你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昨天咱们聊了聊这个宗喀巴大师作为大师的阶段 那有人说了,那还有其他阶段吗? 那当然有了,我认为宗喀巴这一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呢,就是这个31岁以前,这是宗喀巴的大师阶段 他虽然佛法高深吧,但是他还不是开派宗师 31岁这宗喀巴大师就开始开宗立派 这之后呢,这大师完全可以称作为宗师阶段 那会不会有人好奇的问,说这宗喀巴大师这会儿 他开宗立派了,他有没有什么个人行为上的表现呢? 当然有了,您往后听,您就能发现 这宗喀巴大师可谓是一代行为艺术的大师 他做很多事情都得有行为上的表现 他在这开宗立派一史啊,他就摘下了自己的僧帽 戴上了一顶黄色的班智达帽 这就是您呢,看到这宗喀巴大师像的时候 哎,宗喀巴大师戴着这顶帽子,他就叫班智达帽 有人说啊,这班智达帽啊是头型 实际上您记住了啊,这个班智达帽是心形 仿照人的心脏制造出来的 那这有什么寓意吗? 当然有了,因为这就表明了宗喀巴大师创派的决心 他之所以要建立格鲁派啊,那最大的原因就是要规范戒律 在藏传佛教史上啊,有两位大师就非常注重戒律 一位大师的名字叫功巴饶赛 另一位大师的名字叫做释迦势利 哎,巧就巧在,这两位注重戒律的宗师啊 都是戴着黄色的帽子 哎,不过在这儿我得跟您解释一点啊 是不是这两位大师也戴着黄色的班智达帽就不清楚了 但是帽子肯定是黄色的 宗喀巴大师就是效仿这两位大师才戴了黄色的帽子 从此以后啊,宗喀巴大师所创立的格鲁派 也被人们称为黄教 一直到今天是藏传佛教最大的一宗一派 那么说当年的藏传佛教就有那么的不堪吗? 让这个宗喀巴大师立志要创造新派规范戒律 来整顿以及拯救藏传佛教呢? 哎,当然是有这个必要 咱们讲巴斯巴大师的时候啊 咱们就聊过这个事儿 哎,藏地被封为十三万户 这十三个万户就分给了十三个 有宗教背景的政治势力 可是呢,元朝人他并不插手管理这些喇嘛的戒律 哎,这些喇嘛有无限的权力 但是却没人监管 这一下子哎,他们的情绪就释放了 您像这个西方的基督教啊 啊,还有很多我们听说过 利用宗教啊,来迷惑世人的政治势力 他们无非借助宗教来骗人 当然了,有的时候宗教是无辜的 哎,这个背后的这个操纵者才是最可恨的 但是啊,那也只是骗人 哎,到藏传佛教那会儿可不一样 那会儿的喇嘛呀,那简直就是厉害 在这个藏传佛教地区啊 有无上高的势力 他们不是骗,他们就是明强 藏族的史书都毫不留情面的这样记载 寺院僧侣尽童俗装 不惜经典乱寿灌顶 不知戒律为何物 这句话咱们前方解释过 在这儿就不多说了 最为不要脸的 他们借助自己的教派当中啊 有男女双修这一说法 他们就强抢的女 所以呢,这宗喀巴大师啊 才决定要轰轰烈烈的搞这次宗教改革 那您有没有替宗喀巴大师担心呢? 那我们知道啊 这大师和其他派别的宗师啊 还是有区别的 因为大师本人并没有强大的家族背景 他之所以能够开宗建派啊 那无非是帕竹政权支持他 那既然没有强大的家族背景支持 这宗喀巴大师开宗立派是靠什么来服众的呢? 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 首先说呀,这宗喀巴大师他是一位行为艺术家 他规范了很多啊,藏传佛教的仪式仪轨 并且啊,在很多细节方面 他要做到很严肃很正式的 我给您举个小例子 宗喀巴大师啊,最初有一座小庙 这庙叫什么? 叫筋骨寺 别的寺里边的弥勒菩萨 所装葬穿着的呢,肯定是奢华的袈裟 只有在他的筋骨寺里边 这个弥勒菩萨旁边啊 供着一件僧衣 一件比丘衣 这就是宗喀巴大师来告诉世人 即便是菩萨,即便是弥勒菩萨 你也是僧 你必须要守比丘戒 穿上这件比丘衣 更何况,哎,天下的这些云云众僧啊 不但如此,在自己的庙里边 做这种行为艺术 这宗喀巴大师 无论到哪庙哪寺 都会在弥勒菩萨旁边 供上一件僧衣的 那有人就说这是扯 你即便供了,这佛爱他也不穿 不过宗喀巴大师认为 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这就代表了他一定要遵循戒律 整顿藏传佛教戒律的决心 这是其一 还有一件事情啊 这个宗喀巴大师急需要解决 什么问题呢 就是宗喀巴大师的失诚问题 那我们也知道 宗喀巴大师在三岁的时候 四世黑帽子嘎举 乳臂多结活佛 就跑到人家家去给人受戒了 可是受的是什么戒 受的是近世戒 其实就是居世戒 不用出家 再加上守这个五戒就行了 那么说有这么一个关系 这宗喀巴大师若是以后长大了 跑到这个噶马噶举的庙里啊 让四世噶马巴活佛 受他为徒 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但是他并没有 宗喀巴大师七岁的时候 追随这个贾琼寺的主持 顿朱仁钦出家 这会儿呢 他学的完全是嘎当派的教义教法 十七岁以后啊 这大师开始在藏地游学 二十五岁以前呢 学习了不少其他宗派的教义秘法 这里边啊 有什么那个词士武论 聚舍论 吉论 量士论 入中论 等等等等 并且在每一次 每一派的答辩当中啊 都是取胜了 直到这洪武十八年 也就是1385年 宗喀巴大师28岁的时候 才正式的受了比丘戒 可是您现在说 这宗喀巴大师 他到底是谁徒弟呢 那有人就说 那还用说吗 那应该就是嘎当派的僧人 顿朱仁钦的弟子啊 可是这问题来了 这顿朱仁钦呢 作为一个开派宗师的老师 他的身份显着有点低了 那现在有宗有派了 那谁才配给这个宗喀巴大师 一代宗师做老师呢 大师啊 他有办法 他就想起了一个人 他想起谁了呢 他就想起了这 噶玛噶举派的第二代 噶玛巴叫做噶玛巴西 就是他原济以后啊 出现了第一位转世活佛 实际上的这噶玛巴呀 他是噶玛噶举派第三代的这个宗师 可是呢 他对外宣称啊 却说呀 他是第二世的噶玛巴 他是从哪转世来的 可不是他师父 是从他的师爷那转来的 因为他觉着他的师父 蹦玛扎没有什么成就 所以他就选择了他们本派当中 一位大成就者 就是他的师爷都松钦巴 他说我呀 是都松钦巴的转世 自此以后 这噶玛噶举派呀 对这个都松钦巴这徒弟 蹦玛扎呀 哎就黑不提白不提了 本来呢是三世宗师的噶玛巴西 就成了二世法王了 好像这历史上啊 就从来没出现过蹦巴扎一样 想起这噶玛巴西这个事来之后啊 这松钦巴大师也想给自己 找一位有分量的宗师 作为自己的老师 哎你不是有准世活佛吗 哎我这儿啊 哎有仙传 那什么叫仙传呢 哎梦里教我的 那现在大师该干嘛呢 该写书了 哎这有成就的学术者 不写书哪行呢 这1402年呢 宗喀巴大师就出版发行了 第一本非常关键的书 名字叫做 《菩提道次第广论》 您记住了啊 这本书非常的关键 哎因为这本书啊 我一会还得回答一位 这个粉丝的问题 到了1406年之后呢 他又出了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密宗到次第广论》 到了1408年 他又出了一本叫做《中论广世》 宗喀巴大师一生写了很多的书 哎 他的书单呢 我可以贴出来给您瞧瞧 哎 您呢 看不看呢 无所谓 估计您即便是看了 也和我一样哎 这70%的东西看不懂 当然了 您如果是一位佛法的修习者 那就得另当别论了 那咱们就得着重的说一下这第一本书 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 那您听着耳熟吗 您可能会听着有点耳熟 因为前方啊 咱们讲这个后红期一组阿底侠大师的时候 咱们就说过 阿底侠大师有本著作叫《菩提道登论》 那从名字你就能看得出来 这两本书都是研究菩提道的 那有意思呢 就有意思在最后两个字 那阿底侠大师的叫登论 什么叫登论呢 登论就是灯塔 就是标杆的意思 也就是说你想研究菩提道 你就得按照我这个标杆走 那宗喀巴大师呢 哎 那写的这部书叫广论 那就是说呀 这阿底侠大师的这个著作呀 很难懂 佛法太高深了 我呢 再要延伸了 给你们讲讲 不过呢 有一件事咱们在这绝对要提前的说明白 这广论是谁都能写的吗 当然不是 也是因为这个宗喀巴大师 确实有这个能为 有这个修为 有这个学问 人家才能写出广论来 才能让那些读书的人也信服 哎 这么一来呀 这个首先 学术理论基础就有了 然后啊 就是造声势了 这宗喀巴大师 他还有一个手艺 什么手艺 他会写诗 哎 在这期间 宗喀巴大师写了无数首隐喻诗 这些诗都不曾明说 但每首诗 人都能读得出来 他是在梦中的阿底侠大师 先传的他的这些佛法教义 那无形中啊 大师就用那种隐喻诗啊 宣布了自己是阿底侠的弟子了 那这话既然有这么个根源出来了 还用着大师自己去满世界嚷嚷吗 大师弟子众多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大师他们家呀 也是四梁八柱 七十二根船子 哎 有这个三间小网坊的 那么些弟子 哎 这没过多久 这弟子们啊 把这一消息就传扬出去了 大家都知道 哦 原来这个宗喀巴大师这么有学问 不是凡人 是这个大师阿底侠的徒弟 是这阿底侠大师啊 先传的他的佛法 哎 您看 师诚有了 郑董幸他就来了 那管靠这些行吗 不行 哎 他还得给自己啊 搞这个传招大会 在这个传招大会上啊 他得开谈 讲法 论法 还得嘚啵嘚啵嘚啵的 说服了几倍高僧 这才算完事 红极一时的玄奘法师啊 就是靠这一手 让世人都了解 知道他的 据说呀 在大招四一召开呀 就召开一万多人的大法会啊 好 您想想 这西藏一共才十三万户 十三个万户 就来了一万多的僧侣 来参加这个宗喀巴大师的法会 那是何等之规模呀 那有人说 这宗喀巴大师 连个家族背景都没有 他凭什么召开一万多人的法会呢 哎 那是因为啊 这帕竹政权支持他 当年啊 这帕竹政权的首领 叫做扎巴尖赞 这位扎巴尖赞呢 这完全的被迷倒在了大师的石榴袈裟下 哎 这大师的个人魅力就让这位扎巴尖赞呢 找不着北了 他有实权呢 他是帕竹政权的首领 于是说呀 大师您想开法会呀 呃 您就准备您的这个辩论 以及这个经文就行了 其他事我来安排 这一安排不要紧 就召集了一万多僧侣 来大周四 召开了这次盛大的法会 那您可能到这会儿您还不理解 这一万人的这个藏传佛教法会 到底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呢 就是说这么一来呀 其他宗派的这些老大们 什么嘎马嘎举派呀 什么这个香巴嘎举派呀 什么这个宁马派萨迦派呀 这些长教的活佛们呢 现在离这个宗喀巴大师的地位呀 差的多了没有 差不多呀 得四十五扔 那个说了什么叫四十五扔呢 哎 您一低头从脚边上捡起一块砖头来 某足的劲往前扔 扔巴大 掉地下之后啊 您捡起来再往前扔 这么扔四十五回 这帮子活佛啊 才能揪着这宗喀巴大师的袈裟一脚 反正啊 这会儿的宗喀巴大师在藏传佛教界 那成就大了去了 这格鲁派的地位呀 逐渐站稳 逐渐壮大 很多的教义呢 都是来自嘎当派 所以这嘎当派慢慢的就吸收到了格鲁派当中 格鲁派呢 也被称为新嘎当派 那么说这宗喀巴大师的智慧就仅限于此吗 当然不是 咱们前弯不是聊过吗 哎 刚才咋还说了 这个人叫噶马拔西 是第一位转世活佛 他之所以活佛转世 想出这么一招来呀 那完全是让这个政治势力挤掘的 如果他不活佛转世 这噶马嘎举派就消亡了 他属于是啊 一点政治敏感性都没有 往往都抱出了大腿 才导致自己的一宗一派 也就是噶马嘎举派在当年那么的被动 哎 和他相反呢 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这位宗喀巴大师 这宗喀巴大师也要抱政治的大腿了 他抱一条腿就是最粗的 抱一条腿就是黄金右腿 至于这黄帽子格鲁派 是如何去抱这政治的粗腿的 咱们明天接着聊